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林小姐 你身上的这个血迹 是怎么来的 齐夫人 必然就先告辞了 康司令 今天实在是对不起啊 行 小姐 张伯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林小姐 你身上的这个血迹 是怎么来的 林小姐 睡觉 这是什么 咱们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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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小姐 刚才那位画师呢 张参谋是在问我吗 刚才的场面那么混乱 我自己都自顾不暇 怎么会注意这些 自顾不暇 没有注意 林小姐请来的画师不见了 身上 有偏偏沾染上的血迹 难道这是巧合吗 看来刺杀一事 跟你是脱不了干系了 请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吧 等等 康伯 恕我直言 今日之事发生在萧府 理应由萧府来查个明白 康兄 我觉得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 杭景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 而且她是一个弱女子 怎 怎么会跟刺客有瓜葛呢 诸位 这事实可就摆在眼前 难道萧府想故意包庇不成 或者说 今晚之事 府上早就知道 张参谋 不得造次 我说 可真是 凭我们的交情 我当然相信 可是现在 证据确凿 又有这么多人看着 我也是一番好意 林小姐若真是与此事无关 问清楚了 小姐也就摆脱了嫌疑 否则 这件事 要是传到了金都军的耳朵里 你也不好交代 是不是 你放心 我一定秉公处理 林小姐若是清白的 我自然是第一时间放任 也只能这样了 那就劳烦康兄 一定照顾好杭静 您放心 我这个当伯伯的 自当如此 林小姐 请吧 杭静 请 司令 老三 高齐 小姐 小姐